您好,这里是英雄联盟科普专线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? 哎,您好,我是英雄联盟有一种医名非常出色的召唤师 你提供一下真实姓名,我查清一下你的信息 我姓唐 唐,唐神吗? 不是,什么也不成,我姓唐 唐先生是吧? 唐,唐,痛苦,很痛苦的那种唐 唐先生是吧? 对,我刚才玩游戏的时候,你们给我发了短信,说我中奖了,二等奖,价值好几万的奖励 我查清到你来电的号码,刚刚在官老签下的信息 彭哲,男,21岁,一直是北京市 身份证尾号是 手机尾号是4017,对吗? 对,恭喜你,全都答对了 我刚才彭学员发520快到了,你了解真正我吗? 答对一题,我就陪你牵手 答对两题,我就请你吃饭 如果你要是答对三题的话 我不是在这里答题,我是跟你确认一下基本信息,是不是你这个人 吃我?那我到底中啥了都,同志 你获得了三万八千元的现金奖励,一共凭我踢,还有一个游戏中英雄联盟四周年纪念大礼包 英雄联盟都已经快六年了,为啥才过四周年纪念英雄联盟过金利生日啊? 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吗?你只管说这个二等奖要不要就好了?要,我肯定是得要,因为我非常喜欢英雄联盟这个游戏,而且我在召唤师峡谷可以说是那个,你听没听说过网易第一网者太阳家? 没听说过,是你啊 不是,但是我听说过,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跟他一样厉害的人 如果你想领取二等奖的话,就赶紧给我公司银行账户转一笔366兰的手续费,交款证人号,我们将跟随你的银行卡号给地址发放奖励 不用了,你就把我中的那些钱都给我变成皮肤充值到我账号里就可以了 另外,你看如果可以的话,我再捐出一万给召唤师峡谷,咱们造个外出打工子力,小学啥的 这样一来,德马西亚,处一干账,你也放心,你觉得呢? 这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?这个是游戏有什么给你造小学?这个钱我没办法给你捐出去,你不要的话,我们就把你的名字取消了 那能不能给我家,这边散路都安生放到门,那他妈对面说进就进,说投家就投家,整得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也没有个警察局,他们与少民宅 那行,那我给你打钱366是吧?打完了,我给你打电话吧 行 喂,你好同志,你这个钱我按照你提供的那个卡号已经交完了,你看这个什么时候能给我的这个钱也到位一下子 我今天收到了你的交款通知,现在需要再次长大奖品总部中20%的个人所得税,也就是8400元 那你,那没事,那你直接扣了就行,完了剩下的你把钱给我打过来 这个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,只能是你长大个人所得税,我们把原有奖品都返还给你 能不能我捐出来一部分,把空调装上在峡谷里,眼瞅夏天了,那英雄多热呀,穿的呀 你不要同市长的这些东西,我们是抽奖同台的,你要捐钱你给真正的客服打电话 那你是假客服吧 我不是假客服,你赶紧把8400元打过来,我跟你说清楚 本次抽奖活动是具有法律效应的,如果你不把钱捐拿清楚,我们会委缩法院对你提前提出,听清楚了吗 喂,没听清楚 如果你不缴拿费用,我会让法院起诉你,就没听清楚 没听清楚,什么,什么诉 法院起诉,你那段字号怎么这么唱,说两边都没听清楚 其实我听行了,就是你声音好听,我想多听几遍 我警告你,这不是开玩笑的事,搞不好你要被抓走的 你现在是在关心我吗,如果原告是你,被告是我的话 那你就起诉我一下就行,我非常愿意跟你纠缠,不行 那我到底能不能把召唤师峡谷装在空调,夏天太热了 喂 您好,约续联盟客服中心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咋的了,怎么还挂断了呢,你这有点害羞了,还是咋的啊 你有完没完,你等着法院起诉你吧 不是,不就是八千四百块钱吗,还是同样的账户,对不对,我马上给你打 对,三点时间,活动很快结束,我截止之前,你还没把钱打过来 钱,钱,钱,你就知道钱,我们就不能谈点别的吗 什么别的 那召唤师峡谷,没有公共厕所啊,那英雄肚子难受,上哪儿方便呢 我拿着被中奖的一万块钱,咱们到个公共厕所,行不行啊 你别打电话了,行吗,我们不取出你的,行不行,你他妈有毛病吧,你别打了,行吗 那你听我说完,最后一话 我爱你,好想给你打一辈子的辅助,召唤师峡谷太大了 你可不可以离我不要太远,人头是你的,冰线是你的,办法是你的,他是你的,所有的经济都是你的 我什么都不要,只要你活着 点个赞再走吧